這個位置是騰克里沙漠的東源 是中國沙漠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區域 它每年平均向前推進的速度大概是20多米 在華北地區,包括在沿海出現的沙塵暴也好 沙塵天氣,絕大部分都是和阿拉薩之間有關係 我們是做了一個索邊生態 它是騰克里沙漠向東擴展的最後一道防線 一旦這道防線突破了以後 就會直接威脅到我們現有的公路、城鎮、城市 我叫吳向榮,今年是42歲 在阿拉薩中樹之沙 是土生土長的阿拉薩人 剛來的時候這一片幾乎你看不到綠色 在沙漠裡面種樹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先要顧沙 由草方閣來先固定住沙的流動 然後再在草方閣上去鋪設低灌的管道 然後我們在低頭的一個位置再進行種植 我們從2003年開始種樹 今年就是第15年了 種植了500多萬棵的棺木的苗木 成果率一般都在80%以上 左邊帶的長度大概是18.5公里左右 整個完成造林的面積是3萬多畝 沙漠本身是整個生態環境 自然環境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沙漠裡面不是全部都是沙 它有水也有生命 如果把沙漠現在全部變成森林了 地球上肯定有另外一個地方需要變成沙 這樣它才能形成對流了,才能形成循環了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也是 我們是在防止沙漠化 不是要把沙漠變成綠洲 我們在造林的時候 是多種樹種結合的 如果完全是一種林 來一個病蟲害 可能植的林全部都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形成這樣一種多樣性的體系下 它還有別的林,別的樹種在形成種維護 這些植物的種子被風吹過去 或者是被鳥給攜帶過去 以後像這邊沙漠邊上 自然而然就能形成這樣的棺木林帶出 到現在我們基地裡面有近千隻洗群 各種鳥類現在的數量是非常多的 我父親是過去他也是一直做自殺的 在我從小就認識沙漠 他其實一直不希望我做這個 開始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特別怕別人問你是幹啥的 你在哪工作 如果一開始我知道這個事情要做這麼多年 會做得這麼艱難的話 可能我就壓根不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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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it sum大哥